另外一个让人关切的问题 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 五常加一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 我们知道第三轮谈判 这个星期在维也纳正在举行 但是现在传出了一个说法 就是说因为乌克兰危机 俄罗斯现在放出话来说 因为西方国家要制裁俄罗斯 因为乌克兰的问题 可能会影响到伊朗核谈判的进展 这方面的情况不知是否属实 敬礼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联合国的这个五常加一 和伊朗间的这个第三轮核谈判 昨天刚刚在维也纳告一个段落 那么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 这次谈判大约达到了五成到六成的协议 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议题需要讨论 不过扎里夫和主持谈判的欧盟外交 与安全最高代表埃什顿女士 他们同意这项谈判在今年五月 也就是第四轮对话的时候 将进入下一个阶段 一般的了解是 这表示双方将开始草宁协议的内容 埃什顿在这个昨天吐露了 他说在本周的谈判当中 各方进行了实质性的讨论 但有很多分歧存在 需要发挥大量的这个时间和努力 才能够克服 而这项谈判最终的目标 我们知道是希望能够在今年的7月20日之前 就这个伊朗核计划达成长期的协定 当然刚刚就你也提到 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俄罗斯 在这一轮的谈判里面是泼了冷水 俄罗斯认为到目前为止 进度只达到一半 就预期可以在7月完成谈判 未免太乐观了 但是伊朗表示 他们会坚持参与这项谈判 以打破西方制造的这个紧张气氛 另外要提一下的就是 同时参与这项谈判的中国 是支持最终要达成这项协议的 萧巡